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为了方便民众更了解纾困振兴相关业务或者是细节 中央成立了1988客服专线为企业民众提供咨询的服务 行政院长陈建仁28号上午特别视察这个客服中心 向辛劳的客服人员表达肯定之意 把这一次的补发现金对向涵盖全体国民 行政院长陈建仁28号上午前往视察1988 纾困振兴专线中心 任何的政策美意的落实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沟通的管道 那我们在这个沟通的管道需要有高度的专业 1988专线主要是为了解决企业 还有民众反复转接纾困振兴措施 不清楚或者是适切性困扰的专线 从受理咨询到转接对接纾困解方 陈建仁也在媒体提问时感谢客服人员的辛劳 今天特别来这里来鼓励他们 也谢谢他们的辛劳 那我希望这一个补发6000元 这件事情能够在4月6号就开始发出 根据经济部提供了资料显示 客服中心接获得来电 女性的来电比例58%为最高 县市的部分为双北市最高 比例达46.98% 而来电者身份主要为企业占了67% 而这一支专线服务时间为每日的8点半到晚上的6点半 而另外经济部的网站也设有专区 能够连接智能客服务 24小时提供民众服务 联金卫视张宇澄 郑仁宗 台北财报报道